这次我们的目标是一家贩毒集团 这些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张启强 阿丽 叶帆 张启强 强盛集团董事长 强龙帮帮主 阿丽 强盛集团金牌杀手 强龙帮二龙元帅 叶帆 强盛集团金牌杀手 强龙帮双花红棍 根据我的现任报告 一个小时以后 他们的目标是一家贩毒集团 他们会和一个金三角来的卖家做交易 但是 交易的地点暂时还不清楚 我们的卧底会用摩斯密码来给我们传信息 我的现任在集团已经卧底很多年了 希望今天可以抓到人 全体行动 是 请老大 你太厉害 中国话讲得这么料 经常跟大陆做生意嘛 国语自然是要会说的了 大哥 没问题 我带了城北仓库 阿丽叶法安 带人去仓库收货 是 丘哥 这皮股卖出去 一定能大赚一笔 放心吧 只要你把丘哥伺候好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呢 来 阿丽 你还是那么漂亮 好久不见 过了这么多年 你的爱好还是没有变嘛 当初你要是不离开我 在我身边的女人就会是你了 废话少说 我呢 非常好 废话少说 你不想黑只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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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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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丽 你怎么样了 阿丽 你怎么样了 我早就知道你是卧底 死在你的怀里 我真的很开心 你别说 我真的好想让你知道 我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你 阿丽 阿丽 还是 阿丽 你不 我可以去死了 张启乔死了 收队 参见龙手 参见龙手 起来吧 恭喜龙手卧底多年 终于铲除强盛集团 恢复身份 龙手 这是您的龙手令 还有国主的赏赐 帝王一号别墅的钥匙 还有一张大侠至尊黑卡 额度八一 但我信 是 另外 国主为您举办的龙手宴 就在明晚 会邀请江城各级名流 当场为您恢复身份 洗刷你多年的冤屈 为你证明 知道了 我给忘了 今天我女儿和一家米国 回来的公司要拍狗狗 今天我去签约 我先走了 没想到龙手还是个女儿奴 你不知道吧 为了当卧底 龙手的媳妇六年前 就抛弃她去了米国 她的女儿啊 是她一手拉扯长大的呀 文文 叶凡 这么想到会是你啊 坐吧 文文 你回来多久了 叶先生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你的女儿挺可爱的 我们都很喜欢她 谢谢 经过这次面试 我们都觉得 她非常适合拍这期广告 她是周期十两周 尽量不影响她上学的时间 不知 你意下如何 文文 这些年 你在米国过得怎么样 合同已经起草好了 你看一下吧 片周是二十万 文文 我们六年没见 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 叶先生 请你不要再叫我文文 我叫秦文 你也可以叫我沙亚林 看一下合同吧 我要拿回去 给律师看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复 你不知道 养大一个女儿可不容易 文文 你来了 文文 工作一天辛苦了 这个是我特意从法国空域过来的朱莉叶玫瑰 送给你 这位是 这位是叶先生 我找他女儿拍广告 过来签约的 来 怎么样叶先生 合约没问题吧 你刚刚不是说要回去看一下吗 妈 你刚刚不是说要回去看一下吗 妈 给我走 你不是喜欢和这个蛊惑在玩吗 那以后你们就玩个狗 永远不要回来 呵呵 吻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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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吃着饭也能出去看人 我受够了 我不希望孩子出生之后也是这样 你明不明白 我工作有错吗 我也是为了你和孩子 你是为了我和孩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孩子的爸爸 他是孤活赞 你干嘛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吻 吻 吻 文文 你醒了 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孩子流产掉了 也烦 我恨你 文文已经去米国了 那个孩子我已经送到了孤儿院 你要是要的话 两个月出狱后 你去孤儿院里了 还有 文文都跟我说了 他已经对你彻底死了心 以后你不管是要做古惑仔也好 还是做黑道大佬也好 都不会有人在管着你 喝口服叶 喝含有葡萄糖的口服叶 耶 这孩子不错 七七 爸爸 你终于来了 今天拍的怎么样 有没有不乖 七七 你今天表现的特别吧 谢谢阿姨 其实你不用每天来接他 我们有车可以送他 不用了 这七年来 我每天都是这样接送的 七七 七七 跟我去吃饭好不好 谢谢阿姨 我们要回家了 走喽 爸爸今天给我烧几顿饭呀 你个小馋嘛 今天有口福了 爸爸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鲫鱼 爸爸拍了广告片就有钱了 以后我们有钱了 可以去外面吃 等你妈回来了 就不用我们做饭了 让你妈来做 可是爸爸 你不是说后妈会很凶吗 爸爸说的是你亲妈 你亲妈回来了 肯定不会打你啊 爸爸 你不是说妈妈已经死了吗 傻瓜 爸爸骗你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你妈妈回来了 还要不要 还要不要爸爸 妈妈为什么不要我 因为爸爸 爸爸 爸爸 你才烧焦了 忘了 爸爸 你真笨 秦总 你说这龙手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 我也不知道 至今为止 江城没有人见过龙手的真面目 龙手业 也是为了他尽快恢复身份才去办 但如果能够得到龙手的青睐 岂不是我们公司就上天了 哪个女人都想得到龙手的青睐 就是龙手和气高贵 一般的女人 怎么能入得了她的眼 岳凡 你站住 你怎么混进来的 我双腿双脚走进来的 你以为你是谁 这也是你说能进就可以进的吗 说 毁随我们 你有什么目的 岳凡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不可能了 你这样跟着我有什么意义 你未明也太高看你自己 我是来参加宴会 不是跟你见 我看看是谁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原来是叶凡兄弟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够不够资格 今天可是龙手宴 江城名流奇聚 灌溉云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不然一会那位全市滔天的大人物到了 擅闯龙手宴之罪 你可担待不起 我够不够资格 是你说了算 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 今天这场宴会 如果我不能 没人敢开始 你的意思是 这场龙手宴是为你而准备的 没错 我见过狂的 但是没见过比我陈方雄还狂的 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陈方雄是吧 真是妙小妖轰荡 谁想王八多呀 你你说谁人王八 除了你还有其他人吗 这不就是秦总的前夫 你嫌强盛集团张启强的马仔叶凡 张启强都已经倒财了 你竟然还敢在这儿大放食死 简直就是找死 我这死活的东西冒犯龙手还不贵下 要下跪 你还不够资格 那再加上我四海集团的董事长呢 有点意思 再加上我底文国际长成人 如何 不够 叶凡 你知不知道这三大恨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跺一跺强 江城就要颤一颤 你说他们没有资格让你下棍 那你又有什么身份 只不过是一个小混子罢了 恨和荒强盛集团已经倒台 你还有何一仗 你错了 强盛集团从来不是我的 那我倒想听听 你的一仗是什么 我的一仗是整个大厦九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是整个大厦百兆声明亿万百姓 大厦百亿百姓是你的一仗 真以为自己一个小混混还把自己当成民族大英雄了吗 真真可笑 蛟龙潜逆 隐藏锅 且与鱼虾作物和 待有一日龙抬首 汗鸟霹雳露震山河 还真能吹牛逼啊 还一让吃啊 你知不知道 强盛集团已经倒台了 你那些大哥和兄弟们已经被抓进去了 过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把你供出来 到时候你难免牢狱之士 是吗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站在这里 我总算是知道文文为什么要和你离婚了 你已经犯下滔天大罪 侥幸逃脱 你不但不找个地方躲起来 竟然还敢尾随文文 来到此处 你难不成 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吗 我的死期将至 何也见得 恐怕你还不知道吧 龙首在强盛集团卧里七年 而你在强盛集团作恶作端 微谷作伤 你觉得龙首会不认识你吗 龙首驾到之时 就是你的死期 你这简直是在死投罗王 那这么说 你见过龙首 不瞒你说 我还真见过龙首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的意思是 你就是龙首 没错 我就是龙首 今天这个场合 你竟然还敢在这大奉决词 暴冲龙首 丧心病狂至此 你就不怕被掉脑袋吗 我看今天是有人要掉脑袋 不过要掉脑袋的人 是你 铁子 你真的够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装了 强盛集团已经倒了 你不找个地方苟且偷生 还来这龙首燕胡说八道 你是不想活了吗你 是谁不想活 是你 是你 你 还是你们 伯伯 我看你这个前夫啊 是彻底的疯了 小子 我问你 你偷偷溜进这龙首燕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哪只眼睛看我偷偷溜进来的 你没有偷偷溜进来 那你的邀请函呢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有邀请函 你没有邀请函 我现在就以搅乱龙首燕的罪名 拘捕你 邀请函我呢 不过这个你看够不够 这是龙首令 假的 这对是假的 好你小子 你不但畏罪潜逃 你还传闯龙首燕 你还伪造龙首令 冒充龙首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我说你又是谁 我是谁 你还不配知道 你他妈敢打我 打你 我就是杀了你 也同黏死一只蚂蚁一样 叶凡 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 你知不知道今天龙首燕 对我 对我的光丝有多重要 很重要 重要到你连我们的感情都失落了 我们的感情 你觉得我们还有感情吗 人非兽 孰能无情 你说的对 就是禽兽 就算我是禽兽 亦有天狼之情 可你 却认自己的亲身苦兽 都可以不管不及 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 什么亲身苦兽 少告诉我 琪琪是你的女儿 你不知道吗 琪琪是我的女儿 怎么可能 当年我妈说孩子已经流产死掉了 我女儿不会死 就算我死 她都不会死 妈 微微 她说的是真的吗 微微 你别提她瞎胡说八道 她只不想额你一笔钱罢了 就算我坏事做尽 我也不会拿我的女儿来巧诈 你看看 琪琪真的是我的女儿 妈 你为什么要骗我 文文 妈都是为了你好 你跟她这个混蛋 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我再说了 她就是个小混混 生的女儿 无非就是个小太妹 将来能有什么出现 我劝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收回 怎么 我难道说错了 我本来就是个黑社会小混混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你女儿又能有什么出现 妈 你给打我 你为什么要打我妈 说 说我女儿不行 叶凡 如果当初我知道孩子没有死的话 我不会离开你的 你现在说这些话有意义 你知道我这几年承担了什么 你一足了之 你承受了什么 如果当初不是因为你把我摔到床上 让我以为我流产 我不会离开你的叶凡 你以为我想 这卡里有三千万 就当是这七年来的你的日常 我不吸了你的冲击 叶凡 你马上就有牢狱之灾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进监狱之后 琪琪该怎么办 我进监狱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在强盛集团待的这六年 你为虎作伤 做尽坏事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 任何一个人出来取放你 你都将面临牢狱之灾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在龙首宴 你还这样大不决死 我说了 这场面会就是为我决 至于为虎作伤 如果我说 没有我 强盛集团就不会倒下 你信吗 你是说以你一人之力 并强盛集团垮牌 没错 也不论张启强 黑白两道通吃 柴力通贴 单论强盛集团 挥下麻袋十万 在大厦毅历二十年不到 跟我亲帮 考证大厦两大社团 除非你有一手 遮天的大身份 否则绝对不会让 强盛集团垮台 叶帮 不要再大放决死 你再吃了 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 你 我就坐在那里 我看谁能去我的 好大的口气 臭小子 被我吓了你 知道这个位置是留给谁的吗 留给谁的 这是留给 龙王的首宋 象征着九五之尊 大家的至高权力 哦 那如果我偏要做 纵观全场 唯我 无尊 无法无天 来人 来人的 既然这样 我就好好陪你演下去 还有这位美女啊 我看你穿的 不灵不灵的 跟个明星一样 也算个极品 你说 你怎么被这小子 给骗到手了呀 我看不知死活的是你 他的身份 在场无人可以骗 这 我看你真是被他骗的 还不浅呢 我实话告诉我 就因为这个人 作恶多端 品行不正 所以文文 七年之前 才离他而去 而他 今天之所以 一直在这演戏 虚张声势 无非就是为了 想挽回文文的心而已 我说的对吧 哎呀 但是文文呢 早就看穿了一切 你就是一个 扶不上墙的烂泥 文文是不可能 跟你复婚的 叶凡 原来你今天 做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想跟我复婚 太让我失望了 我对你的所有伤害 不愿意 用我的一切来灭 有你的一切 你有什么呀 你能给到文文什么呀 你已经骗了他一次了 难不成 你还想再骗他第二次 滚 我在和文文说话 没你差点的分 你放肆 不过你也放肆 你也放肆不了多久了 叶凡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 你一个卑劣的小人物 在龙首宴会场 打放橘子 上蹲下跳 青帮再不把你斩杀 简直让你玷污了龙首的盛名 我倒要肯 你是如何出手 叫我斩杀 那还不简单 美人呢 我拿下 冒犯大人找死 没想到你这个娘们还是个练家子 我从你的水平来看 也就是五世纪的舞者吧 我全帮手下有三大将 十五报 个个都是武道宗师 只要我一个电话 五分钟之内就让你们就地正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三个人分别应该叫 黄师 橙虎 孙豹是吧 在桥上集团没百会 才认识我三大将的威名 我只需要三分钟的时间 就能令这三个人在世界上消失 三大将是我们青帮的累积战力 就算是凤凰战将来了 也不能让他们分分钟的消失 你个小小的蛊惑 放居死 你找死 你放死 芸汐 倒计时 开始 喂 什么 你说什么 我们走 雷帮主 你可不能走 你不是说要亲手灭了这小子吗 灭你吗 你个混蛋 吵吵被你 秦文 这雷帮主他到底怎么了 也许是帮派里出了什么紧急状况吧 小子 别以为雷帮主走了 就没人治得了你 别忘了 还有我们吴家呢 吴家 你们吴家又打算如何到我生路 我们吴家乃是江城首富 四海集团财同四海 市值两百个亿 五人云财可通神 你说我能不能断掉了你的生路 人为财死 了为实亡 财者通神这句话当然不讲 不够财富在权势面前 分文明治 你的意思是说 你拥有令我吴家 服守的权势 何止你的吴家 我把我的权势亮出来 在场所有人都要服守 放死 两分钟 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吴家 两分钟之内破产 哈哈哈哈 就算是打下胜负 都做不到让我吴家两分钟之内破产 好事实 开始 小三 两分钟过去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看你是前驴技穷了吧 哈哈哈哈 小情侧又给我打电话了 小柔啊 胡总 不好了 公司还没有大幅度作为 已经下跌百分之九十了 现在公司估值只有二十亿了 我们马上面临退市的风险 什么 还有 咱们公司合作的二十家大客户 突然继续和我们合作 单方面撕毁合约 是吗 不会和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合作 什么 还有 咱们公司当时黑客的公司 全部上市商品都标成一毛钱 遭大量用户疯抢 我们技术部也无法关闭后台 保守估计这些损失 超过十个亿 吴总 吴总你怎么 今天算你小子走运 吴总公司也有几下 不然你今天死定 且不说你今晚即将大获领导 就算你能苟且通声 你觉得你能给琪琪最好的生活和教育吗 你这话 我希望你能明示 把琪琪的抚养军交给我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女儿我琪琪姑姑养了七年 你说带走就带走 我说了我会给你补偿给你钱 你那些臭钱我还看不上 如果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你会后悔你做出的一切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就是遇见你 总而言之 琪琪的抚养权 我只能送你三个字 那我们只能法院上前 新闻 这些年 你知道你在米国的公司 为什么一直发展得那么顺利吗 那是因为有人在背后帮助你 没错 确实有人在背后帮他 那个人就是我 一直默默的帮助着他 不求回报 你有这个实力吗 我没有吗 我陈家乃是江城四大家族之一 家产百亿 在海外也有自己的产业 我没有这个实力 难不成你有啊 没错 正是我在背后帮稳费 你真的是够了 你还说你在暗中帮助 你有那个能力吗 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新闻 这些年 我一直在关注人的影响 这七年来 你一直在研究一种秘密的黑方 其能够利用高分子手段 在微观上合成三次暗论 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一直以来 我是你幕后投资人 这不可能 文文 你别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 你的那些研究啊 早就在权威科研书刊上发表过 他知道 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还有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小姐姐 凤凰战将到 拜见凤凰战将 拜见凤凰战将 凤凰战将到 拜见凤凰战将 叶凡 你还不快跪下 我为什么 他可是凤凰战将 我敢跪 他敢受 叶凡 你怎么在这 我想在哪便在哪里 李小姐 你认识叶凡 你是谁 我是陈家的独生子 我爸是陈山河 我是 不认识 都起来吧 叶凡 你竟敢在龙手艳上喧哗 还坐上为龙手准备的位置 你还当 你是帝都叶家的大少爷吗 帝都叶家 看来 你前妻还不知道 这位叶凡 是帝都叶家的大少爷 前途无量 可惜被算出是七杀命格 所以被逐出叶家 流落江湖 听说七杀命格 为凶神命格 从古至今 都被视为击凶之杀 凡七杀命格者 命中极有大凶运势 难怪叶家要将他逐出家族 你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七杀虽为凶神 但若能以七杀为用者 可产权柄 滚杀生 古今多数英雄豪景 惊天帝的伟人 都是此命 所谓顺则凡 逆则心 我命有五 天 狂啊 古今七杀命格者无数 但能逆天改命者 无非寥寥数人 且君是权财滔天 万人之上者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权财滔天者 你怎么就断定 我不是那万人之上者 就凭你 全场的人 谁人不知 你只是一个 收保护费的小混混 就是永帝和你的王吧 别比你这么货色 要少得多 叶凡 看在林将军 还没有治你罪的份上 还不快谢谢战将大人 谢什么谢 就这些人 想叫我的罪 还有什么资格 真是个肆大狂 谁不知道 你只是个地痞流氓 竟敢口出狂言 还有你 你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对别人平头论足 你岂不知 人不可冒险 海水不可倒 大大燕凡 你竟敢这么跟林将军讲话 小大 我奉劝你 赶紧跪下来 给林将军道歉 我前景文宝胜 得罪了林将军 今后整个江城 都没有你的立足身地 我是真想不明白 一个臭屁女人的臭脚 有什么值得你们这么甜 叶凡你给我闭嘴 叶凡 虽然我们曾经有过婚约 但是你已经被支出叶家 我们的婚约自然也就不作数了 叶凡你和林将军有婚约 看来你真是什么都没有告诉她 不过是只赴为婚 一些陈年旧事吧 何必再提 我叶凡现在和叶家无关系 你能有这份骨气 令我刮目相看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是大下冉冉升起的将星 刚刚又被提升为五星上将 而你不过是江城一个混混 叶家的气少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犹如萤火之光和天空之浩月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可你知道 在我眼里像什么 凶大无脑的弱智 你说什么 叶凡你疯了吗 无妨 强者是不会在乎弱者说些什么 叶凡 既然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对不起 请你出去 我不希望你这个跳梁小丑 伞了龙手的眼睛 白痴 实话告诉我 我就是龙手 建议你刚才对我的态度 我决定不受你没脱 大大叶凡 你既敢冒充龙手 你可知道这是死罪 你之前说什么我都能容忍 但是你竟然敢冒充龙手 我看你是罪无可赦 无法无天 大厦律力可以将他就地斩杀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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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叶凡 我今天就饶你 从今天起我就不欠你什么 你走吧 既然你不信也不能怪我 只能怪你自己 你也 大乡王主不去找奏 拜见大人 拜见大人 龙 大人 龙手怎么没来 龙手已经来了 都起来吧 这么说龙手现在就身在宴会之中 对 所谓大隐隐于世 龙手竟然能够隐身于宴会中不被察觉 说明宴会中起码没人见过他 这龙手可真是神秘莫测 有多少人一身中都没有面见龙手的机会 听说龙手曾为龙手一一特工 完成过无数危险的任务 曾经只身一人依靠义容和伪装潜入米国的秘密基地窃取了最高级的军事机密 从而名正天下与詹姆斯邦德伊森亨特齐名成为世界三大特工 最关键的是他的年纪还不到三十岁 请问龙手究竟在哪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近在眼前 在哪里 不知道啊 可是你们的表现他很不满意 所以他走了 什么 已经走了 不愧是一号特工 在这小小的宴会厅中居然可以来无以去无踪 这宴会厅算什么 龙手在米国的秘密基地可是来去自如啊 龙手一定是运用了 一容之术 好有可能 龙手的手段岂是你我能揣摩的 大人 您还记得答应我帮我询问龙手拜师一事吗 林将军 为了你这一次机会 我可是尽足了全力 可惜你没有把握好 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挽回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龙手居然拒绝了林将军的拜师 这则消息明天一定会成为大虾的头条 怎么会这样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一定是他 这家伙的嚣张行为 只能弄了龙手 才导致龙手不辞而别了 对不起林将军 我不该让他进来的 这一切都是他自作自食 你这个狂辈之徒 你说什么 像你这种取得一点成绩就高高赛上自以为是的 就算我是龙手 我也不会收你这种 林将军 我怀疑这小子就是早有预谋的大闹龙手居破坏你和龙手的关系 对啊 至上的事哪有那么强 他一定是故意的 甚至是外来的惊喜 一定要杀了他 我杀不足以批准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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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刚才又何不杀了他 他曾与我有过婚约 是我毁魂再行 所以我答应你救他三次 这是第一次 将军你心里太善良 别说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找到龙手 向他解释清楚缘由 可是 我们现在去哪里找龙手 我听说龙手就住在帝王一号 龙手 发生了什么事 为何你不肯保身份 我前期有危险 我想隐藏身份 保护他 您是说 他的秘密配方 对 这配方的消息 已传出去 西方暗黑世界 和金三九 以及岛国 都已经闻风而出了 配方 若是泄露出去 足以改变地下世界的格局了 所以 更不能让奇闻出事 明白 若有什么需要属下配合的 尽快吩咐 是 龙手 我是江城五星战将 林雪英 特来为今日龙手 叶仪式道歉 又是这个 龙手 如果您是因为今天那个不知死活的混小子感到生气 那大可不必 因为他就是个傻子 脑子有点问题 请您原谅他 他何止是傻子 他简直是个疯子 我不应该邀请他来的 他肯定是冯兵发作了 才坐上了给您准备的位置 他简直连疯子不如 简直狂被败上 他就是条疯狗 这是 十川已久的火爆雷音 优手的实力果然不同凡象 死地不宜九六 我们撤 是 秦小姐 对了 现在应该叫你秦总 秦秦在家吗 上学去了 后天呢 也上 那周末呢 你想干嘛 我想带他出去玩一点 可以 我带他一起过去 我想和他单独相处 好吧 一会儿妈妈来了 要乖啊 要叫妈妈 他不是我妈妈 我没有妈妈 胡说 没有妈妈 你从哪来的 我不管 我就是没有妈妈 我不要这个乖妈妈 胡说什么 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了 那他为什么不要我 不是妈妈不要你了 是爸爸 以前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祈祈 去吧 找着妈妈去 不要 他不是我妈妈 快过去 不然我生气了啊 不过去 他不是我妈妈 爸爸 你是不是不要 祈祈了 祈祈 妈妈对不起你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一直没有回来看 原谅妈妈好不好 爸爸 我不要这个坏阿姨 妈妈不是坏阿姨 祈祈 你看 妈妈给你买了礼物 好不好看 不要 我爸爸说了 不能要外人的东西 祈祈 我不是外人 我是你妈妈 我是你妈妈 琪琪 我是你妈妈 让你查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目前针对夫人手中的配方 率先展开行动的 是导过八起神会 这帮鬼子又前走 让你派人安中保护行为的事 怎么样了 已经派人安中保护了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龙首大人 夫人已经去青帮那里要债了 可能会有危险 青帮 不就是雷千玦的坛口吗 我亲自去不到 放心啊 坤哥马上就到了 这么热闹啊 是谁向我青帮要账啊 坤哥 来来来 稍坐 稍坐 是我 陈方雄 您忘了 当时咱们还已吃过饭呢 来来来 坤哥 坤哥 是这么回事啊 您就给兄弟个面子 秦家的账 也就给钱了呗 你给我滚 坤哥 来 早就听闻 秦才貌双全 气度不凡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这样 你把这瓶酒干了 那两千万的事 好说 坤哥 酒就算了 就当给兄弟我个面子 给你面子 你算老几啊 我喝 今天这就我喝了 两千万的款项 希望你信说成 好好好 既然酒喝了 那人我就带走了 秦总 陈绍 你就这么看着秦总被带走吗 那秦总的心脉怎么办 我特别的怎么办 他背后是雷仙菊 我看 你 秦总 来 就你也敢动我的女人 原来是你这个血月三 我记得 你原来是张启强的首相 怎么 你老大进去了 你还敢在我青光面前要描 喂 我告诉你 我不仅敢动你的女人 我就是打你 你也不敢玩手 是吗 立刻把秦总 我问今天要你的命 叶凡 你疯了吧 你竟敢打青帮的人 你敢打我 还想要秦款 今天你的小命也得留下 到底是清 带我来先走 这里我来解决 喜欢喝酒是吗 喝吧 喝吧 明天早上 让雷仙菊把秦总备好 我会亲自去 我去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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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钱 我老子不弄你 文文来 喝口水 叶凡 你死哪儿去了 文文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竟然成了缩头乌龟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还有脸问 文文中午去找新帮的梁魂要照 减个被人怪罪了 要不是陈少及时把文文送了回来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姨 你也不能怪他 毕竟叶兄弟只是一个小混混 去了也没什么用 文文是我从梁魂手里救出来的 什么时候称你的功劳 哎呀 叶兄弟啊 我知道你一心想和文文复婚 想要一些供给来站稳脚步 我理解 这样吧 人就算是你救的了 你是缩头乌龟 明明是人家陈少救了文文 你却说是你的功劳 你有不了脸呢 你小流氓小灰灰 你有什么能力认识青帮大佬 真是搞笑 陈少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你救了我 如果不是你救我 我恐怕会很惨 文文 刚刚叶先生说的 刚刚叶先生说了 你是他救的 我可不敢领这个功劳 陈少 你高峰谅解 愿意帮一个烂泥扶不上去藏的废物 我可看不下去 文文 我来看你了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好点 小金 你来得正好 中午你也在 你说说到底是谁救了文文 诶 当然是陈少了 今天中午 梁坤对秦总动出动脚的 如果不是陈少 他奋不顾身 秦总 您就惨了 好了 阿姨 文文 你们就别为难叶兄弟了 毕竟叶兄弟想在你面前表现表现 我都能理解 陈方兄 你见到梁坤来个屁的鬼子 居然还好意思说是你救了文文 要 叶凡 你够了 但是还见不得别人比你强是吗 心也太小 文文 你也别怪叶兄弟了 叶兄弟 不过就是一个小混混罢了 别为难他了 楠小贤 你宝贝女儿做的好事 需要债 结果前面要回来 还把人家给打了 梁坤放了狠话 是要灭了我们秦家 二弟 这件事情能不能等你大哥回来再说 大哥 他已经被梁坤抓去清风了 人家说了 让秦文 上门去谢队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 陈少 人是你打的 你认识青帮的人 你去求求情啊 那个 阿姨啊 这个事吧 这个 叶凡 你刚才说人是你打的 这事你得负责啊 我呢 中午 我不是陈少 仗义出手 英雄救美 现在 怎么还让我负责 我说叶凡 你还是不是个担人 你自己在外面闯了祸 还让别人给你擦屁股 文文 这件事交给我 雷先决我就不放在你 更何况一个小小的雷龙窟 叶凡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什么大话了 亲帮雷先决是什么任务 你一个小混混你惹得起吗 我自己的老爸我自己就一三下待着 老爸 可以 我就给你个机会 拖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你把他换上 把我自好输 我就把你爹放 否则给你爹收尸吧 朗总 你放尊重点 我不是那种人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冰山女总裁 你的嘴巴很好看 要他好好伺候我 朗总 别的事情都可以谈 唯独这件事情 不行 有什么不行 你都离婚这么多年了 你就不想爽一爽 你 犯了天了 来人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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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你是从了我 还是 我杀了你爸 自己选 文文 你千万不要答应他 爹这把老公子死了没关系 你不要答应他 千万不要答应他 选 你把我决放了 我脱 文文 我 我 快点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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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让你跑了 今天 有错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我说的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饶不了 你们两个小别三 如果现在给我跪下 我倒可以考虑 不惊动我们雷帮主 好 赶紧给你们雷帮主打电话 我还真等不起 要见你们雷帮 叶凡 你在胡说些什么 快走 别人没有 好 喂 帮主 这里有个小别三 他打我 在青帮的地盘上 让人给打了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小子 你完了 你背了 等我们帮主来了 我把你大信发快 叶凡不是那个意思 梁总 我倒是想看看 谁在我雷千诀头上动土 帮主 嗯 帮主 我顶哪个肥 这么回事 这个肥 别骂 上次杀了我三个大家还不够 这次干脆找上门来 这秦家女人上次给我们提供了两千万的药品 全都是次品 根本就不合格 所以我就拒绝付款要求 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带着那个小别三上门来打我 这哪是打我的头 这分明就是打您的脸 不是的 雷帮主 那两千万药品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通过微声部制检的 梁总他只不过是想通过这些权力弄一些恶心人潜规则 我们雷帮主都来了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你可罚碎所大 你连这个败行都干什么 真是把老子要坏了 雷帮主 叶凡刚刚打人确实是他不对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求你放过我们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们秦家勇士难忘 放过 你们两个赶紧跪下来 向我们雷帮主求饶 说不定还能饶你们一命 雷帮主 我叫你来清邦师来帮我解决问题 不是制造问题 更不是让你打着老子的喜好 在这里欺难伴雨 比一梁为称的 你拿着我给你的一点权力 在这为非作歹 那就有所我轻棒的失业 难道你忘了我们的帮归了吗 你却谋死该怎么处理啊 断 断一指 知道就好 是我帮你 还是你自己解决 帮主 我错了 你放过我吧 你饶过我这一次 别废话 动手吧 快 秦总 是我管束手下不严 发生了这个令人不耻的事情 我雷千决万分抱歉 雷帮主 您太客气了 我们青帮欠你们秦家两千万 我马上进去 额外我再多给你们一千万 做实利息 不用不用不用 雷帮主 我雷千决说过的话 从来不收回 你们就等着收钱好 叶先生上次宴会厅的事情 不必多言 好 那我就准备点茶水上座 叶凡 我怎么觉得雷千决有点怕你 你想多了 人家青帮帮主 我一个小混混 他怕我什么 那他怎么可能甘愿还钱 还多给一千万 这就叫做 阎王好见 小鬼难产 监狱你这次表现不错 我决定拼用你为我的专职司机 司机 一个月给多少钱 一个月两万 就住我家里 但是 你不可以进我房间 那我女儿怎么办 一起搬过来 我知道了 你让我当你的司机是假的 借机想接见我女儿是真吧 一个月五万 我可不是拿钱就能收买的 十万 成交 这卡里有十万块钱 去买点像样的衣服吧 衣服 我这身不是挺好的吗 今晚是我的生日宴 穿得体面一点 别给我丢人 你生日记得 我看看 7月16号 记得还真是你生日 你还记得7月16号是我生日啊 陈少 秦总这场生日宴会可都是您一个人赞助的 真是破费了 我早就听说过这家法国餐厅 而且这个包厢最低消费有十万元 您最近是不是又发财了 那是当然了 我们陈少最近开了家贷款公司 听说发展的还不错 这点小钱对我们陈少来说不值一提 我们陈少能在百忙之中 还能记得秦总的生日 可谓是我们陈少用心良苦啊 谁说不是呢 可比某些人强多了 嘿嘿嘿 好了好了好了啊 大家 这样我呢 第一杯酒 我就先提一下 今天虽然是我做冬 但是主要目的呢 还是给文文过生日 来 祝文文青春永驻 越来越漂亮 好不好 来 文文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这就是传说中的海洋之心吗 据说这颗项链价值五百万 陈少真舍得为文文花钱 不好意思啊陈少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不能收 好吧 既然文文不肯收 那我也没办法 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叶凡 为文文准备的什么礼物吧 好啊 我说叶凡啊 你就准备的这个 这不会是你 从哪个地摊上买过来的吧 就这东西 你怕不是从哪个垃圾桶里捡来的吧 叶凡啊 文文一年才一个生日 你就搜这垃圾玩意儿 你不会连百八十块钱都舍不到花吧 她 是无价 我呸 就你这个破烂玩意儿还无价 你就是把它扔在地上 我怕也没人捡吧 叶凡 你这脸皮可真是抠我一边啊 叶凡 这手链你一直都留着它 是 谢谢你啊 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文文 文文你知道的 虽然你离过婚 但是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 我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跟你在一起 陈少 这还没开始喝酒呢 就开始说醉话了 我没说醉话 我说的是真的文文 其实我这么急着想见你 就是想找你看病的 陈少 你病了 你确实有病 没错我是有病 不过我这是心病 思念文文思念成吉 陈少 你真的有病 我没跟你开玩笑 难不成叶先生还懂医术啊 略知一二 口气倒是不小 那你倒是说说我得的是什么病啊 陈少你表面看上去精气神十足 其实身体早就被掏空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应该经常四肢发冷 头脑混胀 半夜经常出汗吧 叶凡 实在不好意思 你说的这些症状我一个都没有 我很健康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清楚 听你说的像真的一样 那你倒是说说 我得的是什么病啊 那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你到底有病 如果不说实话 我说了什么病 确实有 但是我那是因为劳累过度 血脉断裂 陈少你这毛病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也并非是劳累过度 而是肾虚 你陈少最近是没少进步 狗肉羊肉韭菜 没实实 你胡说 我那就是劳累过度 这属于正常现象 劳累过度 的确可以导致肾虚 但陈少 你却是因为纵欲过度而肾虚的 你这飞机是没少打吧 叶凡 我真是没想到 你为了得到文文的芳心 竟然连这种下三滥的事都能变得出来 我一直都是单身 一心扑在事业上 那他妈来的纵欲过度 陈少可是个大老板 怎么可能会做出那种事情 让我看 你长得这么维缩 他还是做出不少这种变态的事情 陈少 来咱们 不要给他一般见识 来咱喝酒 喝酒啊 陈少甚虚 少喝酒 叶凡啊 你老说我甚虚 你是不是也甚虚啊 敢不敢跟我拼一把 嗯 陈总 叶凡他酒量不好 我给你喝 文文 今天大家伙聚在一起多开心 我只是跟叶兄弟小卓两枚 如果叶兄弟是那种 只是靠在女人身后 逞英雄的男人的话 那这杯酒就没必要拼了 好 好 嗯 大哥 你听我叙叙道来 不话说的好 这个 cardio风之际 千杯少啊 我陈凤雄啊 我陈� butterflies 我大飞机 打滚好久了 陈总 这个人是踏破铁鞋无名处 得来全部费姑父 陈总 跟着你混 这今天晚上 咱俩就享福了 我怎么 什么时候用过这玩意 这可是陈总的秘书 睡不了秦文 只能睡他的秘书也真是不错 这娘们长得可真带劲 来了 神长哥 我明白 你吃肉 我和他 小美人 我来了 这是全新的手机 我可以给你录一个365公司角 他什么样 我都给你录了 快给我录上 我要看看这骚娘们怎么叫的 回去好好欣赏欣赏 放心 陈总 这身材真不错 进 这什么我没关系 大哥 我过来饮命啊 出事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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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为了什么下药了 得把药逼出来才行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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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面包送给你吃了 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我要 叶凡 你混蛋 秦总 怎么了 秦总 小秦 我想跟你说说叶凡的事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您说 其实我觉得叶凡他也挺好的 至少比陈方兄那种顽固子弟要好 什么 秦总 你可千万不要阴软 你说你长得又漂亮 又是这个公司的总裁 叶凡这个废物根本就配不上你 我和叶凡好歹也是负习一场 现在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想就算是为了孩子 秦总 你应该不会是想跟他复婚吧 这个事情你一定要顺度考虑 婚姻大师 非同儿戏 其实我也挺纠结的 我有时候觉得叶凡他总是说大话 但有时候会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秦总 叶凡他 他怎么了 他 他就是个混蛋 是个废物 我想清楚了 如果他能对我好 废物就废物吧 秦总 你 对了 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准备的怎么样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等两天就给你召开 这一次我们碧气宫羽衣 一定要打向名气 好 去准备吧 这里的美景果然不错 这次我们乘坐飞机而来 中途转乘火车 转越了龙国的明山大船 果然是不错 这可惜你们龙国的人 一个比一个弱小 大师说的是 弱小 齿山河 齐齐 一个药方你都搞不定 你必须让我亲自来 愧对天皇对你的新人 你该欠伏自己 大师 你听我解释 那个女人绝非一般简单的人 最近她身边出现一个小子 身手很了得 是啊 此人 是何人 他就是秦文的前夫 名叫叶凡 他还说 岛国的武士都是垃圾 我跟他说 善本大师您来了 你猜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善本武田算了什么东西 是我家刷把武田的 他说您的武田 他还说 你要是敢来江城捣乱 就把您的脑袋拧下来 当球体 他真的怎么说 是啊 我不敢骗你 此人 灭世天皇 灭世岛国 就跟千刀万刮 巴卡亚勒 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发布会 主要向大家推出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中西结合的药物 提升型脑口服液 提升型脑口服液 主要具有提升健脑 安心养颜功效 可以治疗失眠健忘 心烦心悸 焦虑抑抑抑 神经衰弱等 正适合现在的 城市白领亚健康人群 并且无任何副作用 立竿见语 打扰一下 你说 您能用刀国语再介绍一遍这款产品吗 我是刀国的圈围记者 请您用刀国语再说一遍 不好意思 这位记者 我是龙国人 碧康集团也是龙国集团 如果你听不懂我说的话 可以请一位翻译 你手里也有相关的资料 秦总 您的宣传语是不是过于夸张了 碧康集团口味不错 但是这次的宣传似乎有些过激了 据我所知 目前所有治疗脑部的药物 起码需要一个疗程 可您却说您的药物可以立即生效 这可以说是人类的一次跨越 而且您还说 公司宣传和产品十分准确 假一发十 如此信实淡淡 您的自信从哪里来呢 我理解大家的担忧 因为任何一款产品 在面试之前都会受到各种质疑 所以我们公司推出了一次试用装 大家可以一同试验一下 我相信我们的产品 这就是我的自信 好了 开始吧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活到想试试 谁知道 这如果有作假的嫌疑 我一定会曝光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我身体的疲惫感瞬间消失了 感觉浑身充满力量 非常有精神 天哪 你们两个的黑眼圈都不见了 这产品太神奇了 我敢说 比国际顶尖的宝经产品还要厉害 这就是来自大夏国的古药方 大夏国 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足 这产品太神奇了 我敢说 比国际顶尖的产品还要厉害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喝了提升型脑口飞试验品的人 前后对比有多么的明显 我相信大家已经没有质疑了 这种立竿见影将成为铁一般的事实 你好 请问这个产品什么时候上市 售价多少 请问贵公司打算什么时候打开海外市场 你好 我是刀锅财经新闻的记者 我对你们公司的产品有质疑 请问你有什么质疑 你们产品所抽用的试验品都是大吓人 这怕是不太公平吧 所以我作为权威记者 我有权申请一份样品 将它带回我们刀锅 我们刀锅的保险品产业相当发达 所以让我们权威机构监测一下 那不行 我们的产品在没有发布之前 是绝对保密的 是吗 你们为什么这么举怕第三方检测 是不是代表你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只有问题 首先 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 在产品没有发布之前 绝对不可以泄密 相信作为同行的你 应该也知道这个规矩吧 金总 那可不一定 不允许检测就是没有底气 没有底气就代表着你们的产品可能有副作用 说实话 你们的产品是不是对人的身体有肯定的损害 你不相信 可以亲自服用下药品 这样就可以心服口服 一下子就精神了 这也太新奇了吧 比那个高手还要神 我服 我天天服 刚才有人问 提神行脑口服业的销售区域问题 能够销售哪些区域 我不做评论 但是 不能够销售哪些区域 我有权发言 我在此宣布 毕康集团的这款产品 永远进入本国 先生 我不管你是谁 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现在乃是全球化市场 我们导国乃是发达国家 亚洲最强 所以 如果你不要这么做决定的话 我就向贵国有关股们提出抗议 你们存在骑士导火的行为 刚才你说 骑士问题 那么告诉我 就是骑士导火 区区于弹丸之地 还没资格入我的眼 这产品药方是我们的 我有权决定它的去向 你太过分了 还飙脏话 老安 给我拉出去 这产品太神奇了 我敢说 比国际顶尖的产品还要厉害 是啊 这真是出自大厦的古药方 大厦国 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一群存货 哪有什么古药方 下关怎么好 只有一种解释 极有可能 是K1的配方 K1的配方 这是真的吗 现在我宣布 这回产品 永不唱着导火 导火区区弹丸之地 有什么资格嚣张 让他们滚 滚开 山本大师 您心动 这个人啊 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 叶凡 叶凡 又是这个叶凡 我导火 谁能由他来体会 不如我导火 故为 死人该死 对 该傻 山本大师 这家公司 名叫毕康药业 总裁就是叶凡的前妻 我在里面 安插了我的人 你有什么想法 刘生 你迅速出发 配合他的内应 把这个 秘方 搞到手 我要预感 这个药方 有很大的作用 对于我导火 很好 如果有人作案 各傻物来 什么 怎么可能 我现在马上过去 叶凡 怎么了 叶凡出事了 快送我去公司 秦总 你终于来了 秦总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谁能跟我具体说一说 我是负责人 就由我来说吧 我们实验室被洗劫了 几个加班的毕业生 他们正在做那款产品的研究工作 这款产品药方 被人抢走了 所有的实验数据 也被他们给拷贝了 实验室 也被他们给销毁了 保安部 保安部有什么话说 秦总 我们保安部更惨 只把这兄弟没有一个活口 全都死了 什么 是谁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见过了一个配方 把所有人都杀了 这药方 是经过层层的付货 锁进保险柜里 他们连同保险柜 意图来说 保险柜是用钥匙打开的 这么说 没嘴 我还没说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来一天的时候 经理张强说晚上要加班 还要搞一次什么试验 把保险柜的钥匙给拿走了 张强呢 张强在哪里 给张强打电话 秦总 他家里的电话和他手机都打了 都无法接通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张强就是叛徒 他背叛了逼抗集团 接口视频有吗 拿来我看一下 所有监控视频全部出现故障 有点手段 马上报警 现在报警也没用 等警察赶过来 再侦查立案 等破了案 药方早就泄露出去了 那怎么办 原地待命 林夕 我现在给你报的手机号码 你有龙总的卫星 录信这个手机号码 我能在五分钟之内 知道他的所在位置 是 龙首大人 我们找到手机所在位置 手机持有人张强 年纪三十二岁 于两年前从海外回国 现任壁抗集团总经理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 我只需要知道 他现在人在 和谁在一起 启禀龙首大人 根据卫星传回来的图片显示 他和一伙人 进入了皇冠家人酒店 经过数据库的上千张图片对比 我们发现 其中有一个人 是八旗审会的高层人员 是山本五田的大女子 柳星弹马首 八旗审会 柳星弹马首 这些蝼蚁 真是找死 龙首大人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就在刚刚 八旗审会的人 记得避康集团 这群鬼子 简直无法无天 龙首大人 属下请命 请求包围皇冠假日酒店 尽数付诸 不必打造警察 这边的事 我来解决 你现在帮我查一下 八旗审会 在江城的老巢 到底在什么地方 有人大人 没想到这次这么顺利 轻而易举 又尝到了药花 那都是山本大人 目光明确 柳神大人 您说的对 我们都是为山本大人服务 这件事情 我再怎么说 也有是功劳 前前你答应 给我的那些好处 什么时候兑现 张嫂 你好像很破不及待 柳神大人 我不是兴计 而是现在 比康集团知道这件事 是与我有关 估计现在已经报警了 我在整个江城 整个龙国都待不下去了 马上就会被通缉了 你们答应给我买的机票 还有给我的一亿美元 什么时候给我 我是很愿意去到国发展的 你真的很想去我们的国家吗 对啊 对啊 可是我不记得 我答应过你这件事情 柳神大人 你不是开玩笑的吗 你先前答应的那些条件 我才带你去 比康集团的 张嫂 你说 我有比你要做这件事情吗 你要记住 你对我们岛国人来讲 只是一条狗而已 能为我们岛国做事服务 那可是你这辈子 最大的福气啊 柳神大人 既然你这么说 我看我就没有必要 你来这里了 告辞 老实点 狗一样的龙国人 我有让你走吧 难道 你要我留着你这叛徒的面 去继续祸害我岛国吗 把它给我处理干净 等起下水道 不要好好好 柳神大人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马上离开龙国 求你不要杀我呀 我救助 我去东南亚 还不行吗 你们都看到了吧 这就是龙国人 一个个都是建者 都是没有骨气的闹者 你们又在什么东西 敢敢侮辱我们 是叶先生吗 叶先生 叶先生 救救我呀 原来是你 我记得你 你就是电视上 侮辱我们岛国的那个男人 我还是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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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我龙国人 死 回袖 回袖 我还是杀你 炖 回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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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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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是哪个卑鄙无耻的岛国人 他的迷惑我 让我失去精致 注成大错 求你原谅我这一回吧 以后我在披抗集团 一定要好好干 居宫几岁 死而后一 像你这样的狗 没有资料顺尊 怎么样了 事情都解决了 这是资料和配方 以后小心点 内部人在审查机制 要完善 那派徒张强呢 张强 他畏罪自杀 龙首 我已经查到 山本五天的位置了 在哪 他现在就在 军月酒店的 二十八楼的原房间 会见前顶文 我知道了 报告林将军 紧急军行 别着急 慢慢说 根据情报 现在八区神会会长 山本五天 正在军月酒店二十八楼 与江城前家家主 前顶文会面 现场可能会有大量武装人员 调动所有兵力 包围去月酒店 我要将他们一网打击 是 我的徒弟 虽然未达到宗世纪 但也是一流的高手 居然被一个小猫孩子杀了 这个叶帆不简单 你之前说过 这个叶帆在龙首烟上 自称是龙首 对吗 对 那他和林雪英有什么关系 据说曾经和林雪英有婚约 那他应该就是龙首本人 啊 那怎么可能 这个江城 我是带不下去了 我现在 立刻回去 你走不了 叶帆 叶帆 我们终于见面了 不 我应该称你为龙首对吗 算 什么 你是龙首 别拌 刀手吧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打败我 难道 已经达到了神经 神经送我屁 你个小小岛国 竟敢放我大相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这天皇陛下 林将军 出口已经全部堵住了 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山本武田 我看你往哪里跑 巴克亚龙 这是山本武田 没错 他就是导国八旗神会 武王级武者 山本武田 是谁竟有这么大的本事 但沙山本武田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肯定就在这楼里 是二十八楼 我在这里守着 一个人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去 我带人上去看看 特战队圈梯都有 跟我进去 第二战队 加强几期 大哥 饶命 大哥 饶命啊 大哥 我 我有钱 我这卡里有五十个亿 零八六零都是你 大哥 煎 饶了我 受死 给我搜 死者刚死不久 凶手肯定还在这附近 放松 收拾 将军 我对搜过了 没人 包上搜查过了 没有发现可以 没人 我这边 没人 混蛋 给我继续搜 是 凶大无脑的女人 如今八级神会被灭 世界各国闻风丧了 国主更是将提神行脑 口服业的配方 列为国家一级机密 相信以后 不会有人再来上海夫人了 那就好 这样 我就高准无忧了 铁凡居然在和王局长 当话 看样子王局长 很尊敬他的样子 他究竟是什么人 难道他就是 为了表彰您的功绩啊 国主决定 册封您为 至尊龙手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啊 不可 至尊龙手 那可是辅佐太独打天下的初代龙手才有的称号 我怎么会受得起 国主旨意一下 龙手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好吧 那我就勉强承受此殊荣吧 另外 国主决定举办成龙宴 将邀请江城各界名流 参加您的策逢仪式 也会同时招靠天下 但我谢过你 是 怪不得那天帝王一号的声音那么熟悉 原来叶凡就是有手 喂 什么 怎么会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喂 妈 出事了 公司所有跟我们合作的企业 全部终止了合约 什么 他们怎么敢这样 难道他们就不判违约金吗 违约金一年之后才交付 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 披抗集团早就倒闭了 还谈什么违约金啊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妈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是帝都叶家 帝都叶家 那不是帝都第一家族吗 我们怎么会惹上他们的 叶凡 是帝都叶家的少爷 只不过小时候被赶出来了 叶凡是叶家的气少 叶家肯定是冲他来的 叶凡 你怎么寄给我们叶家惹货 妈妈 这叶家可不是我们能得罪起的呀 不就是订单吗 我随随便便 就能拉来几千万 我吹牛逼能死吗 随随便便拉来几千万 要是真有这本事 还会俩我齐架吃软饭 那你看看 这个是谁 腾龙集团的顶单 五千万 我看看 居然是腾龙集团的工程 不会有假 腾龙集团 可是龙族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 叶凡 你是怎么跟他们搭上关系的 我去说吧 咱们叶凡绝对是动脸之财 对叶凡 你真是妈的好女婿 妈 稳稳 听妈的 叶凡是个值得托付的男人 秀琴 咱俩的意见总算是统一了一回 好久不见 大哥 别再叫我大哥 我没你这个弟弟 你不认我这个弟弟 我可得认你这个哥哥 当年要是没有你的骨髓 我可能早就死了 让你多活了二十年而已 我可以 那我还真得跟你说声谢谢啊 你们叶家 大动干戈 叛你这个龙太子出马 不是为了针对我而来的 当然不是 爸爸念及骨肉亲情 特意嘱咐我 既然你已经废了 让你活着也无妨 好一个念及骨肉亲情 既然不是为了我 那你们来将成的目的是什么 反正你也是个废人了 告诉你卫生 我来此 是为了拉拢我们的大人 该不会是龙手吧 不错 你们就这么自信 龙手会为你叶家所拥 我叶家是第一大家族 百年基业 政商关系往遍布整个龙国 而龙手是大下龙族首领 若我们合作 就连国主 都要给三分不便 狂妄 只可惜 你们厌家就要败在你们手里了 你 你说什么 记住 别再对秦家下手 不然 别怪我 我客气 你给我等着 老爷子 这是长白山的千年雪参 和千年灵芝 听说您身体不好 吃了这些能自补元气 严严益寿 小您啊 有心了 何必容此破费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你可是叶家的独苗 这么大的事业需要你去管理 你怎么有空到江山来了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问一下 我和盛南的婚约 什么时候能履行 我爸对盛南很满意呢 这个事我做主了 下个月的十五号 就给你和盛南举办订婚宴 我找人算过了 这下个月的十五号 大吉大利 爷爷 你说什么 我还没同意呢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怎么 你还敢委逆啊 我不同意 我自己的婚姻 我自己做主 你 你 你这个逆女 老爷子 属下留情 属下留情 这孩子 都是让我管坏 老爷子 我看这事情有点突然 盛南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留在江城 和盛南慢慢培养感情 虚伪 我就是嫁给狗 也不嫁给你 你 你说什么 你 老爷子 盛南可能之前对我有点误会 需要些时间吧 盛南 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哎 以后咱都是一家人吧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不能在这 有心事 我家给我安排了门清室 对方是京都业家的公子 我一点也不喜欢他 你不是也是业家的吗 你说那个人是我同父一母的弟弟 那我还不如嫁给你 我还不如嫁给你 我是说真的 你也只说让我嫁给叶家 又没说让我嫁给谁 我要和秦文复婚了 那有什么 秦家人又看不上你 你入随秦家只能是受罪 再说了 我比秦文哪里差了 论家事 我江家可是江城豪门望族 论长相 我也不比秦文差 这大长腿 秦文有吗 可我 只是业家的一个妾少 这有什么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闯出一番事业的 那如果我闯不出一番事业呢 那我就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了 你便宜想禀开 我们就见 并张为真 现在你是我的人 别闹 不行 你说都是真的 千真万确 我亲眼所见 盛南小姐还亲夜来一口 叶凡 我与你势不两立 今天是咱们秦家的家业 在这里 我宣布秦文和叶凡不婚了 你不可以嫁给他 他 叶凡他就是个混蛋 变胎 你快滚 你快出 你家再也不要出现了 你喝多了 别吃 秦总 你不要拦住 叶凡他就是个变胎 他就是四蛋包店 你快滚 小心 秦总 叶凡 他怎么了 他全暴露我 你喝多了 小青 你在开玩笑 你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文文 你听我解释 你给我滚 我不想听我解释 你是不是想说 是小青诬陷了你 真没想到 叶凡原来是这种人 好 你们也不想做什么事 从此以后 我和秦文 没有半顶关系 哇 谢谢 老大 要不要把叶凡这小子干掉 干干干干 干个屁 脑子进水了 我们这是来干啥都忘了 去少爷指示 我们来招揽龙手 后天就是腾龙宴了 现在连龙手的面都没见着 回去怎么交差 少爷龙手住在帝王一号 真的 千人万全 帝王一号是国主赐给龙手的 看来我要亲自出面 会会容手了 你讨厌 有点意思 明明有人 但我却察觉不出 人在何处 帝都叶家叶宁 拜见龙手 就你一个人来了 你爹 叶国鹏 和你妈周慧君 我父母特意派我来江城 拜见龙手 派你一个晚辈 而他们自己不出面 是看不起我是吗 不不不 我父母明天就到了 直接派我来了 好 等明天腾龙院上 听到你父母再说吧 龙手 这种实力岂是你们可以揣摩的 龙手大人 叶国鹏和周慧姬在三十分钟前抵达机场 现已入住豪亭大酒店 大义终于来了 该收望 唐龙院准备的怎么样 全部准备就绪 明天正式召开 还有 我查出了当年您被叶家逐出的真相 说 当年叶国鹏帮带着你和叶宁 一起去见号称天下第一的神算子 神算子算出您两兄弟的命格 说您是七杀命格 而叶宁则是真龙命格 从那天之后 叶国鹏便下定决心 将您的骨髓抽出给叶宁 并将你逐出叶家 神算子现在在何处 在帝都 马上准备私人飞机 我要去帝都 是 站住 干什么的 我来算命的 算命 你有预约吗 没有 那你就哪凉快哪呆着去 找大师算命的人 已经排到三个月以后了 把这个交给他 他会亲自来接我 是谁 这么大口气 龙首令 在下参见龙首 什么 龙首 起来吧 不必紧张 我找你 发生点事 在下 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计 这两个名字 你还记得吗 也 这好像有二人 是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前 叶国鹏 带着两个孩子 来你这里求逛 一个名为叶宁 一个名为叶凡 真龙命啊 这个叶宁 竟然是真龙命 大师 什么意思 真龙命百年难遇 看来这个叶宁 将来会让叶家 腾飞于九霄之上 是吗 哎呀 太好了 对了 大师 那叶宁呢 齐杀之命 天杀故心 将来这个叶凡 会给叶家 带来血光之灾 什么 齐杀命 因为你的一个寓言 这两个孩子 从此改变了命运 此后叶宁成为 众星捧月的叶家大手 而叶凡 被人冲出骨死 赶出叶家 成了鸡布骨死的叶家 气少 原来是他 这也并非我本应 实乃冥冥之中的天术啊 若我要拟天给命呢 龙主您这是 实话告诉 我就是被你一句话 夺去所有的一关 龙主饶命 在下真的不知道 你那么会算 那你有没有算的 自己今天会死 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后妈 周慧姬支持的 是她让我这么干的 说下去 是她让我批这两朝预言 给了叶国鹏 而且我还知道 你的母亲 也是她下毒给害死的 什么 我给你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你要不要 在下 万事不辞 妈 不败 明天儿子就给你报仇了 我一定能学战也成 秀琴啊 你这走来走去的 让我脑袋都给拽晕了 妈 我事情能处理好的 别操心 我哪里是为了你的事情操心 难道你们不知道 今天是童龙宴的日子 童龙宴 上次的龙守宴 不是被叶凡搅了吗 所以国主特地恩赐童龙宴 并且加封龙守啊 为志 敦龙守 将成的许多名流权贵 都收到了邀请函 就我们家没有收到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操心吗 我是龙谷青龙战将 特来邀请秦家参加童龙宴 好好好 我马上就出发 三位这边请 这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 没想到我们秦家 能坐在童龙宴 这么靠前的位置 搞怕连江城斯塔家族 都没有这个待遇吧 龙守 该不会看上我们家闻闻了吗 我说什么呢 我都是当妈的人了 龙守怎么会看上我 别问 你就听妈一句去 琪琪啊 给叶凡养好了 反正这么多年 都是她养大的了 妈 你不会还想着那个混蛋吧 那个混蛋 害得我们秦家丢了这么大的脸 狠的抽了她的金 把她的皮 别说了 我现在心好乱 本位 你马上就要跟龙守见面了 别哭丧个脸 争取好好表现 龙守大手一挥 说不定我们秦家 就是以后江城的第一家族了 我还是觉得正是吧 有气球 叶凡看着挺老实的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难不成 是小金栽赃下还他不成 人性格肚皮 有些人表面上看上去老实实则道德败坏 要不说 那天我们就应该直接把他送到警察局 不应该就这么放他走 别说了 毕竟是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 那天地婚夜上的脸被他丢得还不够 这会儿恐怕整个江车都知道了 哟 叔叔 你们做这桌 怎么了 这可是一号桌 什么 一号桌 哎呀 看来你们得到了龙守的赏识 秦家就要腾飞了 恭喜恭喜啊 谢谢谢谢 对了叔叔 文文的婚事准备的怎么样 婚事给取消了 什么 取消了 你还不知道吗 叶凡那个败地竟然强暴了小镜 什么 你你说谁强暴了小镜 叶凡 你怎么了 没没事 我是说 我要是见了他 我非打断他的腿不可 你要打断谁的腿 叶凡 你怎么来了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他偷走了谁的请柬 偷偷混进来的呗 我来这里还不需要请柬 你不需要请柬 难不成你是龙守吗 没错 我就是龙守 什么 他说他是龙守 你个丧家之犬还敢自称龙守 你就不怕掉脑袋呀 掉脑袋 我看掉脑袋的是你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是真的要掉脑袋 一帆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胡说 我 我最后再给你三次讲 到底是谁 强暴了马小镜 我怎么知道 强奸马小镜的人不就是你吗 你个强奸犯 这里是同龙眼 你敢 杀人了 叶白 你 我的儿啊 我的儿啊 叶白 你这个伤心病狂的东西 你倒行逆尸 敢在龙藤的夜上杀人 你快没命了 我快没命了 可我现在 不是还好好的吗 不是死活的东西 别让让你自己武功了得 敢在弹龙夜上大开杀戒 人可是弹龙夜 等会龙手杀人来了 你会替我而报仇 叶白 你乱着干嘛 你还不快走 谢谢你对我的关系 不过我真的不需要 我不光不需要跑 我还要自证清白 那下父亲掌盲成道 老鼠大人 你得给我主持公道 是个猪狗不足的东西 赶在滩龙夜上滥杀无辜 大喊杀戒 杀了玩 你替我做主啊 如果你儿子确实无辜 我定会主持公道 但若是作用应得呢 龙手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嗯 小娘们可真不错啊 哎 是 他把力发 哎呦 太得劲了 怎么可能 这视频是假的 假的 事情真相已经大白 陈芳雄是罪有应得 叶凡是替天行道 我们龙手 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 也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 陈芳雄 你这个不真情的东西啊 对不起 叶凡 是我误会你了 求求你原谅我 不知这无罪 起来吧 叶凡 我 我该死 我该死 我 什么都别说了 我不管你 好了 好了 一切都解释清楚了 实在是误会啊 真的 完了 放下来 叶凡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你能原谅我吗 我可是一个 一无所有的废物 一个穷脚丝 配得上你这样的大小姐吗 配得上 无论别人怎么说 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特别的 你知道 小时候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吗 从那以后 我不再想起任何人 包括你 我知道 那你还愿意娶我吗 当然 我会重新给你一个婚礼 一个无比盛大的婚礼 没想到林大将军也来了 早就听说林大将军大明今日一见 果然进国不让须眉 叶凡 你怎么也在这 我怎么就不死在这 没想到你这么不要脸 居然死缠烂打 跟到现在 我真是想瞧你了 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 这里可是藤龙宴 岂是你可以偷偷四个混进来的 我死缠烂打 林小雍 话可不能乱说 那我倒要听听看 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勤俭有吗 实话告诉我 如果没有我 这场藤龙宴就办不成 叶凡 你疯了 胡说什么呢 上次你搅黄了龙手宴还不够 这次还要搅黄藤龙宴 我看你是活腻了 谁活腻了 还不一定 熟面孔挺多啊 看来今天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 这不是我的废物哥哥吗 藤龙宴 你有资格参加吗 像你这样的人渣都能来参加 为什么我不能来 今天藤龙宴 我不动 但是你给我等着 叶先生 你不是和秦家闹掰了吗 又和好了 真相 已经大了 我就说嘛 叶先生怎么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只是可怜 有人有眼不识经相遇 错怪了我们叶先生 对吗 江小姐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 你们不太般配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不嫌弃他 秦小姐 我觉得你可能是误会了我的意思吧 我是觉得 你配不上叶先生 只有像我这样的天之娇女 才能配得上叶先生这样的男人 秦文 我爷爷乃开国功勋 我江江了江城第一豪门 资产百亿 在镇商两届的人脉更是数不胜数 你说 你要怎样 才可以把叶先生让给我 据我所知 江小姐 好像已经已与帝都叶宁有了婚约吧 请你不要开玩笑 是呢 你疯了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江少男 你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根本不把我叶宁放在眼里 你有必要 借这个废物来凶�罗吗 可是我觉得 他比你强 比我强 我是当今叶家大少爷 帝都锄楼 武道通天 未来叶家的掌权人 而他不过是被叶家赶出家门的丧家之犬 拿什么给我比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愿意让出叶先生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愿意 江小姐 感情不是用金钱来恒让你 更何况 我已经选择了叶凡 我就不会放弃他 我们是真心相爱 很好 叶先生 你选了个好老婆 刚才的话当我没说 江神男 请问龙手什么时候过来 龙手他已经来了 这么说龙手现在就在 家念之中 对 这龙手还真是神秘莫测 所谓大隐隐于世 龙手竟然能隐身于宴会之中 而不被察觉 说明他起码宴会中没人认识他 正所谓 真人不露像 一生中又有多少人能借见龙手的机会 今天真是我等幸运 你们快看 那不是帝都叶家家主吗 他怎么来了 是啊 他怎么来了 他不是 帝都叶家族啊 没想到龙手真有面子 黄机长 林家主 叶凡 你怎么会在这 没错 叶伯伯 还记得 你这个意思 你说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位就是周慧琪吧 放肆 你个畜生 周慧琪也是你随便能叫的吗 国鹏 我就是周慧琪 十几年没见 你都长这么大了 我和你爸爸一直都很惦记你呢 你这眼睛不拿奥斯卡 真是可惜了 闭嘴 混账 你到底想说什么 叶国鹏 你没资格说 从今天开始 我叶国鹏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也不费给我当儿子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叶伯 你在说什么 国鹏 他还是孩子呢 你别动气啊 别在这假惺惺的作态 真让我恶心 叶伯 今天是龙手在死 要不然 我打断你双腿执行家法 是他 就是 射下纪物 令我父子决裂 又抽出我的骨髓 换给你能患有先天性白血病的儿子 就把我赶入叶家 你胡说什么 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有证据吗 这不是神算子吗 他怎么来了 神算子 神算子 是谁啊 神算子 你都不招是谁 他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神算的巷师啊 哦 叶先生 有我在 你放心 实话实说就好 当初是周慧姬来找我 让我谎称叶先生 是七杀面格 天杀孤亲 事后 给了我两个一封口费 而且我还知道 叶家主原配的夫人 也是被他家族杀害的 你胡说什么 你 周慧姬 你 我没有 周慧姬 如果你仅仅是把我赶出叶家 我还可以放你条生路 跟你伤害我母亲 杀我之仇 我狗带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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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拼了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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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 我才是真楼面 我不服 今天就让你死了明白 让你知道一下 你是死在谁的手 王城 属下在 告诉他 我是谁 你是大厦第一特工 大厦龙主之手 至尊龙手 你居然是龙手 神算子算的果然没错 你终究 会给叶家带来血光之菜 但是 你弄算了一招 我早在夜会周围 埋藏了二十斤炸弹 只要我亲戚一爱 所有人都能给我陪葬 叶宁 没想到你竟如此丧心并狂 你这些炸弹 原本是给龙手准备的 不错 倘若龙手不与我叶家合作 我就送他上西天 我得不到他 别人 也凶想得到 你说的炸弹 该不会是这些了 什么 你们 居然你这么小子 老婆送你一场 岳光豪 你虽不是首恶 但也是帮凶 你听信禅言 叫我读出叶家 渐渐害死我母亲 你可知罪 我知罪 念在你我父子之情的份上 我不想背负师父的骂 暂且饶你 但此罪可活最难逃 我命你辞去叶家一切之 后半生 为我母亲守墓 你可愿意 我愿意 诸位 不好意思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处理了一些家事 让大家见了 他 叶凡 叶凡 你真是龙手 对不起 我一直瞒着你 不可能 你不可能是龙手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 你们都在骗我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可像我一直自视清高 却携手断送了 我和龙手的婚约 没错 他一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 而我却是一个挑梁小种 我是个挑梁小种 不可能 可像 你们做梦都想扒起了龙手 就在你们眼前 你们却不知 你们这是记得八辈子的得 才能获得龙手的青睐 伦伦 嫁给我吧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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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无疑